以x加2除f of x等于x5次方 加上kx加1的余式为负29 k是实数是求k的值 好那我们利用余式定理呢 令除式等于0 所以我们的x要带负2 好带进去之后 负2的5次方 加上k乘上负2再加1 会等于余式的负29 好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负32减2k加1等于负29 所以2k的话呢 就会等于多少 会等于负2 所以k的值就等于负1